在这我会告诉你最简单最容易坚持的小技巧 让你每天花几分钟去改善你的体态 如果你有减不掉的小肚子 你站久了坐久了会有腰疼的情况 那你可能会有骨盆前行的问题 我们先来自测一下 自测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找一面墙 然后把你的头上背 还有你的屁股贴到墙上 这个时候把手放到下背的位置 如果能放进去的是一个手掌 那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放进去的是一个这样的拳头 那就是骨盆前行没跑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不要担心 我会马上帮你改善 在改善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形成原因 其实骨盆前行形成原因 就是因为下背部的肌肉 还有恰腰肌过于紧张 同时腹部还有臀部的肌肉过于的薄弱 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 加强腹部和臀部的肌肉 然后拉伸和放松下背部的肌肉 还有恰腰肌 我们用四个动作来完成这个 这四个动作你在床上做也可以 你在垫子上做也可以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动作 恰腰肌拉伸 如果你觉得膝盖够的疼的话 可以找一条毛巾之类的东西去垫着 首先单腿跪在床上 然后胯向前向下顶 你会感觉到大腿根有拉伸感 保持均匀的呼吸 如果你在过程中 你觉得拉伸感不够强的话 可以让身体向对侧转一下 这个每一侧我们保持一分钟 第二个动作是婴儿式 首先回到一个优雅的跪姿 然后双手放在身体的前侧 臀部向后坐 你会感觉到下背部的拉伸感 保持深呼吸 保持一分钟 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的话 手可以往前一点 第三个动作摸膝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练习到你的腹部肌肉 躺在床上 曲腿 手放在大腿上 吐气 腹部的肌肉发力 让手去碰膝盖 然后吸气还原 这个动作我们做15次 第四个动作是臀桥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练到你的臀部肌肉 保持一样的姿势 然后吐气 臀部发力 把胯顶起来 想象去夹紧你的屁股 然后吸气还原 这个动作我们做15次 好 接下来我会把动作的编排 还有次数都放在屏幕上 大家每天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去练习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股份前倾就会得到改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那记得给我三连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记得评论 我会挑一些做